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就越多 所以和优秀的人在一起真的很重要 还记得去年四川大学 一个男生宿舍火上了微博热搜 标题是宿舍六个男生 却共拿到十七个保研offer 了解后才知道这个宿舍 一人放弃清华offer准备出国 两人保研到清华 一人保研到北大 一人保研到中国科学院 一人保研到武汉大学 一共才六个人的宿舍 居然有四人连续三年专业成绩第一 有人在斯坦福大学演讲过 有人在国际遗传工程 机器大赛获得全球金奖 还有人在中亚论坛担任过 外国驻华大使的随行翻译 在采访中 他们坦言 当然也有想放弃的时候 不过一旦有人松懈 其他兄弟就会提醒他 帮他解决问题 变优秀的过程虽然痛苦 但为了最后的美好结果 一切都是值得的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父母挤破了头 也要努力挣钱 让自己的孩子上补习班 努力考上好的大学 最好是要读名校 因为习惯这东西是会传染的 身边人的好习惯 会让你变得越来越好 身边人的坏习惯 也会让你变得越来越堕落 所以你看看 当人在一个优秀的圈子里 全是一片向上的氛围中 周围的人都在努力 那自然你也会用相对严格的标准 审视自己 提高自己 生活中 如果你想变得聪明 那你就要和聪明的人在一起 这样你才会更加锐智 如果你想变得优秀 那你就要和优秀的人在一起 这样你才会出类拔萃 虽说在工作和生活中 更多的都是靠自己个人的能力 但是如果有一个好的队友 一个好的领路人 绝对会让你的进步更快 我认识的一个女生 人很开朗 交际也广 工作不到三年 月薪翻了好几倍 还都是公司主动愿意 给她调整的薪酬 刚开始不明白 后来我才发现 她之所以飞快进步 是有原因的 在她的生活里 周围多是一群乐观向上的老朋友 她很少抱怨生活的不公 这头刚下班 那头的朋友 就喊她去见世面 其实 也就是各种高端人士的交流聚会 我忍不住好奇 问她 你这种普通人 非要想办法 去认识的那些优秀到极致的人 难道不会感觉自己 跟他们格格不入 难道去了 就能聊得来吗 她大笑 说 刚开始去的时候 确实没话聊啊 我全程都缩在角落里 跟个隐形人一样 我当时虽然接不上什么话 可回去还没多久 我就意识到自己的各方面不足了 于是我第二天就给自己报了个英语班 还办了一张健身卡 我还向别人打听职场常识 好的生活经验 各种理财的知识点 自己去不断学习 不断实践 这不短短三年 我就像变了个人一样 成为了越来越好的自己 虽然当时身边的同事也老劝我 说小姑娘 学那玩意有啥用啊 咱们又不需要多高的学历 花那个冤枉钱 装给谁看呢 用不着那么拼 结果 我练就了一身好口语 加上各方面综合能力的表现不错 我转身跳槽 成为高管 可那位同事现在还是小职员 收入也非常一般 细想下来 我幸好没有跟他一般见识 这有些朋友 恰恰是阻碍我们成长的绊脚石 的确如此 如果你想提升自己 不想让自己废掉 那么请远离低层次的朋友圈 这非常有必要 就像一个会理财的人 他的朋友绝不会挥霍无度 一个正能量的人 他的朋友也不会愁眉苦脸 一个善良的人 他的朋友更不会下流作恶 所以我们要多和优秀的人在一起 哪怕不成功 也一定会成为最好的自己 常言道 读好书 教高人 乃人生两大幸事 意思是 我们要读好书 让自己避恶向善 教高人 让自己更加勤奋 努力前进 事实上 你身边是什么样的朋友 就有什么样的未来 当你长期与低层次的人相处 就难保持高昂的斗志 反之 当你遇到高人 即使你有一些不足 他们也能驱使你 不断进步 不断变好 因此 你应该学会多和优秀 正能量的人在一起 远离那些消极 悲观 厌世的人 更要学会提高自己 增强自己的能力 成为越来越强大的自己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希望你能点赞或留言 表达您真实的感受 并且分享给身边的人 最后 让我们成为更好的自己 感谢你们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